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6月17日 释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9年建 根据年建统计 截止2019年1月 全球9个有核国家核武库 共计保有核弹头 13,865枚 较上一年度减少600枚 表明全球核财经取得一定进展 但与此同时 各大国也在不遗余力的升级其核武库 核弹头减少并不意味着核战争造成的杀伤力降低 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公布2019年全球核弹头资料制图 FIPRI 根据年建 目前 全球9个雍和国保有的13,865枚核弹头中 仅有3,750枚处于现役状态 其余10,115枚 则为储备核弹头 即等待拆解的废弃核弹头 而在现役的3,750枚核弹头中 处于战备值班状态的共有2,000枚 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俄罗斯两国 早期核弹 具体来看 在核弹头的地域分布方面 欧美超过95%的核弹头 集中在欧美两大洲 其中 欧洲共有7,000枚 俄罗斯算欧洲国家 每周共有6,185枚 亚洲大约有650枚 而中东地区 则有80至90枚核弹头 在核弹头的各国保有数量方面 俄罗斯依旧是全球核弹头数量最多的国家 其核武库中核弹头总数为6,500枚 其中现役核弹头数量为1600枚 美国核弹头总数紧随其后 共有6,185枚 其中现役核弹头数量 1750枚 在现役核弹头数量方面 美国要略多于俄罗斯 法国核弹头数量位列第三 共300枚 其中现役280枚 英国核弹头总数居全球第五 其中现役核弹头总数120枚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核弹头数量方面 依旧处于你追我赶的状态 根据统计2019年印度核弹头数量 反超了巴基斯坦 总数在150至160枚之间 而巴基斯坦则紧随其后 约为130至140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隐形拥核国以色列 目前也保有80至90枚核弹头 俄罗斯最新型萨尔玛特重型 洲际战略弹道导弹装填中 在核弹头载具方面 拥有三位一体战略和力量的国家 依旧是三个 其中 美国和俄罗斯各自拥有三款 远端战略轰炸机 和多艘战略导弹和潜艇 法国 英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以色列等国 要么只能从陆基发射核弹头 要么只能通过战略核潜艇 从水下发射核弹头 核弹头投送方式相对而言较为单一 不是所有不明飞行物都是UFO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各国的军事透明度有所差异 上述统计中有部分国家的核弹头统计资料 仅供参考 比如俄罗斯 印度和巴基斯坦 另外 由于中导条约谈判破裂 美俄两国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方面也存在诸多分歧 未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很可能不会续约 而这也意味着这两国有可能各自扩增核武库数量 并试验新型核武器 在核财军透明度方面 也将出现降低的情况 总而言之2020年代之后 全球和裁军的难度将与日俱增